这个比例很难讲 咸就是酱油的烂 这是咸甜味 这是咸甜甘味 这个像是很难表现 它的比例就在 它有铁三角的温泽 叫做风味铁三角 咸甜甘 这个比例很难讲 咸就是酱油的烂 甜就是糖 我们做这个是咸甜 没问题 咸甜要加醋 可是这醋不能做成我们烟烂糖醋的那边 这醋比例要很少 可是吃起来要回甘 但是不要酸 所以你吃起来要咸甜甘 不是咸甜酸 所以那为了你把咸味 甜味调出来以后 那个醋味再把它甜味变成甘味 那你糖不够的话 醋下去就太酸 酱油不够的话 糖下去就要变死甜 不够死甜 酱油不够 糖不够会死甜 所以酱油糖醋 这个风味是个比三者 就像糖醋是个平衡一样 我们今天做糖醋为什么 你们都要有个一发的原因 盐会让糖醋平衡 它的味道会平衡 你找个固老肉 你比如说你用开原价 还是你用糖醋下去 你没有加盐 那糖醋为什么漂浮不定 你加了盐 那糖醋会定醋 你不想要把糖醋 看这个酸醋 有点满烈 你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